你想干什么 你要是我们四个牌 你干一看 大哥 最近呢有一个咖啡店 在6月17号呢 一天之内发生了两起呢 就是顾客跟店员发生了争执 甚至还动了手 这事您怎么看 我是这么觉得 人家是工作人员 不是孙子 他干的是一种工作 那他不是为客户服务吗 是啊 他为客户服务没有错误啊 我也看那个视频了 人家跟你说的很正常 跟你沟通的 人家说八分钟 像这咖啡店 他要求的是准确 对 上下不能差多少 这时间 人家跟你说了 是吧 你等不了是你的事 人家说我赶飞机 赶紧给我 你赶飞机人家告诉你了 是 是吧 你赶飞机 你买一个现成不就完了 你买一种矿泉水 不是就完了吗 你说我赶飞机 你给我做一瓶矿泉水 那机器它得运转 是吧 你自己的事自己崩溃了 他拿男电源杀法子 那肯定不对 那男电源只向女姑姑道歉 男电源出去不是那女的先动手吗 是啊 谁给他这勇气 他敢动手 那他不也是着急吗 他你着急你打人家 你在那个他们大草原沙漠上的 一个女的碰上一男 你看这女的敢动手吗 那没人啊 对啊 那怎么他就 叫这他就敢啊 哦 是不是 是 本身人家是服务行业 咱们现在的口号有时候也就是 学来的啊 顾客是上帝 是啊 顾客就是顾客 他不是上帝 哦 顾客就是顾客 他主宰不了你 那不是能给他投诉吗 你投诉可以投诉啊 对不对 但是你投诉是你的权利 是啊 对不对 我好你也可以投诉 坏你也可以投诉 是吧 但是你没有权利人生侮辱我 对不对 他是一个工作 他不是孙子 你说是看门的也好 是外卖小哥也好 他只是一个工作 是 挣钱比较少一点 比方说 他并不是孙子 就那个咖啡店 如果压力比较大 给的比较少 那个是一方面 嗯 他本身他也没工夫搭理你 是 因为你要像这种企业 他都是计算好了的 肯定你能完成这个工作 嗯 对不对 你你是能完成 但是你长时间的这样人本身脑子也发 哦 机械化了 他机械化 他那跟你那儿费两句话 他他下一个该投诉了 是 是不是 你投诉就是你的权利 我现在好多事 都是无理取闹 好多顾客 好像自己花了钱了就无理取闹了 花了耳朵呢 花你不管花多少 我上回出去不是跟一个同事出去也是 呃 吃吃自助去 嗯 问人一句这个这个铜锣烧有吗 人家不是也杠了 人家说有 嗯 他也没点 是 等等吃完饭来看人家吃了 他说你怎么不给我上铜锣烧 人家说你 你没点 他姐 我就问你有没有 人家说是有 那你怎么不给我上 人家说你没点 人家说得很明白了 是啊 我说你闹什么呀 花俩钱 是 都不如 就感觉自己花俩钱 这是我亲身经历 哎呦 我花钱了 我就是给投诉 我说你投诉回家投诉去 没问题 是 哎 我给他差评 我差评你都是网上 你回家 差评也没关系 是啊 是不是啊 我说你干嘛不跟店里这 跟大大呼小叫的 这不那哥的 哦 真以为自己是上帝 这你 我可不给你当托儿 我是吧 是 哎 你以为我跟这跟你这吃饭 我也跟你这 哇哇让上来 我说我可不是托儿 是 他也闭嘴了 是老了 你说人家店员跟他这么 发生争执 嗯 那又店员的不对 是 是吧 我们是一起的 我都看不下去 哦 狐狸取闹了 这个 哎 我都看不下去 我说你没点呐 是 我说你听不明白 人家 人家说了 您问了 您没点 哦 我就问你 有没有 人家说有 您没点 就这么简单一件事 是 就是自己错了 脑子还不明白 哎呀我这个 哪都 哎呦 这给我弄急了 该走人走人 结账 对 人家没错误是吧 是不是 是的哥 出门在外都不如 我们也消费地点 对啊